今天要介紹的軟體叫做 WatchFace Studio 這個軟體是可以讓你自定義你的表面 雖然有很多手機的App 已經有可以自行設定表面的選項 但是在這套軟體上 你的自由度會更高 那我們要怎麼下載呢? 只要在Google上搜尋 並且認名在三星的開發者網站 就可以很簡單的下載 那我們點選左邊的下載 你可以選擇你的電腦是Windows還是MacOS 兩者都可以使用 下載之後的安裝其實就很簡單 照著步驟依序安裝就可以了 接著下載完成之後 我們打開軟體 最近的專案 在第二個選項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範例是可以使用的 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下載這個軟體之後 它就會提供你8個全新 而且可以使用的表面 而且最好的是 你還可以對這些表面進行自定義還有更新 它都不會不見 所以我們現在就從最基本的直針型表面來做說明 首先開啟一個表面之後 我們先來檢視它的介面組成 左邊可以有很多的資料夾還有PNG圖檔 上面的分頁有Normal以及Always On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在一般模式的表面下會長什麼樣子 那Always On就是在Always On Display的顯示模式下 它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看到兩個會有所差別 上面最重要的是這個加號 這個加號是可以增加你的素材 秒針以及圖片 那右邊呢 則是可以給你調整素材的順序 或者組成群組 那我們看到右邊 它是在指說 我這一張圖片的屬性我要如何去調整 可以調整它的位置跟大小也可以旋轉 甚至還能調色以及調整透明度 這個Run就是先預覽 我們這塊表面在手錶上會怎麼樣的執行 所以你按下右上角的Preview之後 在移動下面這個時間軸 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表面會執行的樣子 當然它不只這一些 你還可以去調整你的電池容量 以及未讀的通知有幾個 下面還可以調整走路的步數 或者是走路的趴數或心率 如果你有設定這些素質在上面 在表面上都可以看到 接著我們來重點說明左邊這一塊 你所看到的表面素材 全部都會放在左邊這一塊 我們可以先從分針來開始 分針的組成其實是以它上面的裝飾 分針的本體還有AOD 以及它的因應所組成的 你可以把它四個都放上去之後 把它組成一個群組的資料夾 這樣會讓你在素材歸納的時候比較方便 你可以先看這塊素材在表面上的呈現 所以我現在點選這塊眼睛 就可以看到我上面這個裝飾不見了 我這個本體也消失了 所以我把這個眼睛打開它就出現了 所以以此類推 在分針以及小時的組成都是一樣的 比較特別的是在秒針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個進度條 跟著秒針一起走 讓它呈現的感覺就會更有趣一點 那最後下面則是刻度跟刻度的背景 也就是外面這一塊圈圈以及它的刻度 最後就是步數組成還有電池 你還可以在表面上增加你喜歡的文字 接著我們了解到表面的組成之後 我們現在可以來試著增加素材 增加素材的方法很簡單 都是按下這個加號之後 可以看到你要新增怎麼樣的素材 我們要新增的素材 它是一個指針 那它是時間 所以時間的話它是有分數位時鐘 或是傳統指針的時鐘 我們要增加的是傳統指針的時鐘 就一定要從這邊按下去 要增加我們的小時 就按小時之後 可以看到它原始的資料夾裡面 它有提供你一些免費的素材可以使用 所以你不用額外再去下載 它其實是一個PNG圖檔 但是你只要從這個時間的介面 去開啟PNG圖檔 它就會跟著它的小時一起去走 比如說我現在從這邊打開之後 我只要移動 它的小時就會跟著走 接著就要說明 為什麼一定要從這個時間裡面 去增加我分針跟秒針的素材 因為在上面 其實我們也可以插入自己想要的圖片 按下之後我們回到上面 命去增加跟剛剛一樣的素材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增加的素材 它並不會跟著時間一起改變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時間的話 一定要從時間那個欄位的傳統指針去增加 接著就可以了解到右邊細項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你要設定右邊旋轉的單位 它是以什麼形式去旋轉 所以我的秒針跟分針 我就可以設定我是以秒數去旋轉的 所以我在這邊的素材 無論是造型或是本體 它在右邊的rotation 都是以秒數去做旋轉 那你下面這邊 也可以調整到你要的日期 跟你的時區是哪邊 我建議就是跟裝置同步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進度條要如何增加 進度條一樣也選擇上面的加號 選擇下面的這一塊去增加 那進度條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先看到下面這個區塊 Complication Slot 這一塊區塊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增加一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選Circle 選擇Circle之後可以看到在中間這邊有一塊 我們把它移動調整一下 調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右邊選擇我要的形式 我想要的是進度條 我們可以先選這個Progress Box 選擇完之後進度條就會出現在這邊 右邊的形式 你可以選擇你這個複雜圖形 它想要呈現的樣子 你也可以選擇單純的進度條 或進度條上有文字跟標題 那接著要調整的地方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進度條上顯示什麼東西 你可以先在這邊設定固定住你要呈現的樣子 比如說電池、步數等等 設定電池的話我可以先看電池呈現的樣子 所以我可以調整右下角、右邊電池的容量 這邊的選項會依照軟體的更新 可能會增加也可能會減少 所以在上一個版本的軟體跟下一個版本的軟體 有一些出路也是很正常的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Empty 在手錶上你可以自由去選擇你要出現在進度條上的功能是什麼 那接著呢 我們來講一下調整圖形跟位置 調整圖形的方式很簡單 你可以上下拉、左右的拉 去調整你要放的位置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字 打在右上角的X軸跟Y軸去移動它 也可以按上下鍵去更細緻的移動 下面這個是它的大小 也可以很簡單的去更動 它的大小以及旋轉的角度 最後你也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把這個顏色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那這樣子它就是一個進度條 接著其他的細項 我會在進階的課程裡面繼續說明 基本上我們只要了解時針、秒針、進度條等複雜功能的插入 就能做出一個好看的表面 那最後好看的表面它還缺少了一個背景 那背景的話呢我們要怎麼新增呢? 其實它內建有一些表面也是可以使用的 按下加號的Image 圖像裡面還有內建一些有趣的表面跟圖形 可以直接做使用 那我選擇一個綠色的表面 這個綠色表面一開始導入進來 它會出現在最上面 那我想要把它移到最下面的話 我可以先選擇右邊這個後移 讓它一層一層的往後退 也可以直接往下拉到最底 讓它就可以形成一個表面 但這個表面如果覺得太暗或太亮 你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我就按右邊這個色溫 去直接調整它的顏色 你也可以去調整它的透明度 讓它不要這麼的鮮豔 你只要導入圖片都可以調整這個欄位 去把你剛剛導入的圖片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最後在做這種表面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素材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按兩下進行重命名 讓你在對這些素材編輯的時候會更清楚 那最後我們完成一個可以使用的表面之後 我們想在實際的手錶上觀看它呈現的樣子 我們就可以按右上角 等一個箭頭符號之後 按下去之後 你可能會顯示到一些錯誤的訊息 那這個時候只要把眼睛關掉就可以了 去找出它那個素材是什麼 那其實很大一部分呢 它其實會出現在Always on Display的地方 放進去的素材它是沒辦法顯示的 所以我建議在放進新素材之後 可以把舊素材先在Always on Display 把剛剛那些在正常顯示的素材都關掉 接著把Always on Display的東西都關掉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顯示的這個介面 就代表這個表面是可以正常在你手錶上執行的 接下來只要把你的手錶和電腦連到同一個網路底下 就可以把這塊表面放到你的手錶上執行 那因為這一塊會比較複雜 所以我會以文字的形式停留比較久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跟著操作 所以當你連接到同一個網路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手錶出現在這上面 那你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在右上角這邊跑一個圓圈 代表它正在同步到你的表面上 那這個時候你要注意的是不要斷掉網路 也不要在這個時候讓手錶有其他的動作 這樣會比較容易成功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最基本款的Watchface Studio的編輯 以及介面介紹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繼續推出更進階的製作教學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